好 我們先看一下川普的說法 好 請黃鴻江安安安 看到的是川席會後記者會川普的說法 所以新增項目暫時不可增新關稅 給了全球股市大漲 今天包含入股 包含美國股市的盤前的棋子盤 通通都大漲 全球股市也鬆了一口氣 因為3200億的項目 如果關稅直接壓下去 包含美國的市場跟中國的市場 可能都會受到嚴重的傷害 對 所以今天全球股市你會發現 好像大家鬆了一口氣一樣 但是問題出在這個鬆了一口氣 好像都認為說 市集已經沒有了 這是讓我覺得比較訝異的 因為我們看到 這個川席會在這次G20結果 就不是這樣子嘛 可是當很多人都嚇了說 中美貿易休兵 這幾個字的時候呢 我就想說 哇 這大伙的世界不一樣嗎 首先我們要跟觀眾朋友講 在這次的川席會裡面 有所謂的雙方一致跟雙方不一致兩個項目 所謂的雙方一致的項目是 第一 我們看到的是 對於過去已經要課25%關稅的 2500億美金的商品 對不起 照常課稅沒有變 所以這一個貿易戰 這個已經點燃了火還沒有熄 那另外之前川普一直喊著說 3000億我還要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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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川普的說法叫做 暫時不克 這邊有講喔 不是完全不克喔 那個叫暫時不克喔 所以這一個部分呢 在這一次裡面只告訴你有個確定的叫做 暫時不克重啟談判 各位 這是暫時不克重啟談判喔 那麼接下來第三個部分 我們看到雙方可能比較有一致的是什麼呢 是說這個針對華為的部分呢 怎麼樣呢 在川普的說法說 在不影響到重大國家安全的情況之下呢 對於矽谷那些有競爭力的企業 我們可以讓它出貨 所以它是有前提的出貨 然後這個部分對中國來說呢 他們說如果美國人說到做到 我們當然樂見其成 也就是中國方面對這件事 也不是百分百那麼有把握的喔 那麼再來我們講到裡面 還有個一致的部分是什麼呢 對於美國跟北韓的領導人見面 這一件事情在美國跟中國方面的說法呢 都是承認而且認同的 那不一致的是有哪一些呢 不一致的是第一個 到底中國要買多少美國農產品 這件事是不一致的喔 川普的說法是說 我們會列一張清單 我們要中國人買哪些農產品 我們來列中國人負責買而已 但中國人的說法是說 對不起喔 這個農產品我們已經知道美國人要我們買了 但是他沒有承諾說我們要買多少 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不一致的地方是在於 到底是要一中政策還是一中原則啊 這件事情美國沒有做說明 但是中國方面的聲明特別強調 說這個中方有跟川普當面提及 一中原則 川普回答說 他會信奉繼續遵奉一中政策 這邊關鍵在這裡喔 原則跟政策這兩個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在這一次的談判裡面 我們至少確定一件事情是 雙方所講出來的話 共同一致的部分有 共同不一致的也有 但問題在於說 這整個美中貿易談判 我們之前看到的狀況是什麼 雙方難道完全都沒有共識嗎 不 雙方已經有90%的共識 但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4月份的時候 我們看到美方釋放出來訊息說 已經完成了90%的共識 而且還追加一件事情正在談 那件事情叫做要徵設執法辦公室 徵設執法機制 各位觀眾這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我們簽完貿易協定了 但是你有做到沒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要由這個辦公室固定雙方來開會 那麼開會完發現 你沒做到的部分 那我要處罰你關稅 我不但要處罰你關稅 而且你中國在這個合約簽下去之後呢 你也不可以報復我喔 你要放棄報復的權利 所以他們雙方為了這件事情卡住了 除了這個卡住之外 還有一個東西也卡住了 是什麼呢 是關於互聯網網路市場開放這件事卡住了 這件事情到這一次G20峰會的時候還在交鋒喔 對 表示之前還卡住喔 這次G20峰會的時候呢 有一場特別會議是針對於數據開放的部分 這場會議多有趣啊 習近平的說法是說 對於美方的保護措施 我們認為不適合 那這句話一聽起來就是針對 川普在修理華為這件事情嘛 可是川普怎麼講呢 川普說我們反對數據在地化 什麼意思 他認為說你這個互聯網網路世界是開放的 是全球的 不是封閉在你中國國境之內的 所以美方要求開放 所以你想想看 當初所卡住的那10% 中美貿易協議地沒談成的那10% 一個就是我們講的執法辦公室 一個就是互聯網 另外就是知識產權的部分 這個智慧財產權也一樣 難是難在哪裡 他要求你的法院審判要有一定的機制 那這三件事情都牽扯到什麼 一個是你要改變人家的網路遊戲規則 這跟中國怎麼樣去控制言論有很大的關係 第二個是你等於要中國放棄部分的主權嘛 就本來我可以決定要不要報復你的 你怎麼可以要我在合約自動閹割掉 我不能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知識產權我的法院我自己管啊 為什麼你可以讓我放棄 我對法院一定的支配權呢 所以這三件事情就變成是美方所強調的 被中國改的紅紅一片的10% 最後卡住了 但問題是這10%回來重新談判之後 就真的能談妥嗎 所以我們要看一件事情哦 當川普講完話之後 他的經濟顧問 庫德洛 他也出來幫忙做講話 一個是說整個事情沒有時程表 而且呢沒有任何的承諾 我們只是最後唯一承諾 叫回到談判桌上來 所以其他的我們並沒有講 所以問題就在於說 那既然是這樣子 後面的那個談判如果談不成 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有兩件事你就要注意了 一個是他說暫時不增加新增關稅 這個部分會不會到時候要課 第二個是在這次G20峰會之前 就有一個Plan B B計劃的說法出來 這個B計劃就是講什麼呢 剩下3000億的部分 他也是要對你祭出關稅嘛 所以在這裡面呢 這個中美貿易之前談不成的 最後那關鍵數字10% 以及美國現在提的 那3000億商品的10%關稅 這兩個10%雙10 到底會不會再重新出現呢 這個我們就等著看了 好所以我們再整理給觀眾朋友看 本來美中的協議走到5月中 那個時候美國證實完成90% 最後10%最機車 那舉例來說 那如果中國大陸網路市場開放 這樣還有百度嗎 Google就殺進去了 然後這樣還有微博嗎 臉書就殺進去了 那臉書現在都還要做加密貨幣 所以呢不好意思 支付吧 微信支付可能都被吃掉 那所以呢 中國市場並不退讓 而且中國市場對網路控管很嚴格 我前幾天看到一個新的法令資料 翻牆以後有罪 叫做翻牆罪 那所以呢 網路的自由開放 保證絕對影響到政治的結構 跟這個輿論跟社會議題 所以這個是當初協議 簽不下去的重要環節 那因為5月初簽不下去 川普就把第二階段的2000億項目 直接磕了25%的關稅 這是5月份發生的變化 於是總共有2500億的項目 都被磕到25%關稅 那最後3000億是還不確定的 至於台商做的iPhone iPad 組裝 筆記型電腦 就在這最後的3000億下面 所以最後的3000億 一顆就是台商倒霉 台商要受傷 那以這一次的最後結論是 川普說暫時不科 暫時不科 然後雙方重新談判 所以庫德洛昨天接受 美國媒體的專訪 他說沒有交易 沒有承諾 沒有時間表 所以談判隨時可能成 但是也隨時可能翻臉 所以如果成 那就會看到一個歷史性的協議 川普說他會看到一個 中國龐大的市場的開放 但是假設沒有 說不定哪天川普翻臉 推特說 我的B計畫者都準備好了10%次後 所以現在的修B 所謂沒有承諾 跟沒有時間表 就意味著各種可能性都可能發生 對 我覺得他的狀況是在於說 他只是保留告訴你說 我要進入一個重啟談判的狀況 但是不代表說這個時候我要做任何退讓 尤其是各位想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現在川普也要選舉 好吧 就川普在選舉裡面 對美國的國人所表達出來的是 我們面對中國過去搶我們工作的機會 侵犯我們智慧才安全 傷害美國國立的事情 我們都要祭出對應的措施 然後美國要再次偉大 但你不能在這個時間點 連民主黨都在跟你說 不是只有你共和黨可以讓美國再次偉大 我民主黨也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在這個時間川普可能對美國人說 沒有我突然軟掉了 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嗎 所以我們才說這件事情 唯一發生的叫抄議 超級過度的翻譯 都是在哪裡 中國的媒體下的標題 都是新華社 最多的抄議 然後在裡面 哇這個習大大一句話噴翻川普 類似像這種內容就報的很多 但是你很顯然的會知道是什麼 他就是習近平也想要談判嘛 那川普想談判嘛 所以你要架一個樓梯 讓雙方都可以下來 坐在位置上面談判 所以你會看到那些抄議的標題 以及什麼 習大大噴翻川普這種標題 那個就是我們所謂的下台階 好我們稍後立刻回來